看到这种新闻都会觉得蛮感慨的 其实我们传统都说 宗教最好不要涉入政治 可是也不亏言的就是 我们毕竟台湾是一个 特别是宗教非常的多元 而且很昌盛的地方 所以难免有一些不同的人士 宗教界很有威望的人士 他们在有些时刻也会对政治 就是某种程度 不管是正面或者隐约的表态 那跟候选人也会有某种程度的互动 可是蓝绿的差异 实在就是像这次常绿法师 就每一次都很明显 今天志贤讲说 我们这个阶段的题目叫做 品格与双面人 那我们再看看台湾 什么人去支持民进党 什么人支持国民党 不断反复的就是说 国民党的支持者 就是对于品格 道德 是非 各方面的要求就是很高 而且那个要求呢 是不分蓝绿 自己人犯错呢 骂得比对手还要凶 可是呢 碰到民进党的支持者呢 就是不分是非 只问立场 只要是挺他绿营的 坐了在在 坐监犯科之辈呢 全部先立挺 不分青铜皂白 先挺 然后对于任何的事情呢 都要先对对手进行抹黑 一个出家人 本来你就算你在政治上想要表态 你想要支持绿营的这个候选人 你也不需要是非不分嘛 也不需要 不是讲出家人不打狂语吗 那你怎么可以造假呢 怎么可以说谎呢 结果马英九 因为是蓝营的总统嘛 总是会觉得说 啊 这不分蓝绿嘛 那你大家愿意来 他都很愿意见 结果一不见了还没事 一见了呢 惹祸上身 没有讲的话都硬塞到他的嘴巴 还在选举的时候 惹出这种风波 那这样子的事情 真的是让人觉得很感慨 为什么 我觉得选民真的要想得很清楚 为什么什么事情只要沾到绿营 就是平常温和理性 或者是应该要有是非分明的 通通都变成没有是非了 那这个政党是什么党啊 他所散发是什么样的一种气质 这不是很令人害怕吗 我提醒一下大家 记得各位观众 我们第一段主题叫做品格与双面人 这次是回答了永平的问题 为什么没有品的人就会变成双面人 我们来看姚立民 他过去在董哥的节目不断地讲 在当时在倒贬的时候 在红山军的时候 我都跟姚立民同台很多次 晚上在凯达格兰大道的时候 他讲他讲说陈水扁在日本有三百亿啊 台币 台币哦不是日币哦 结果他跑去做柯文哲的竞选总干事 然后从此在电视上再也不批评陈水扁了 然后当时他也是大骂蔡英文宇昌案 骂得狗血淋头 结果没多久他跑去做小英基金会的董事 然后呢他狂批教育部长蒋伟宁的论文事件 结果被邱毅揭发 他其实论文抄袭 被检举到教育部 然后文化大学要把他解聘 他就跟人家讲说不行 我自己辞职 庄老师 庄教授 请问一下品格与双面人 从柯文哲到常律法师到姚立民 我来讲一句老实话 最近很多人在问我 他对台湾的社会觉得很混乱 我说我觉得一点都不混乱 为什么不混乱 其实刚提到文化大学 台湾正在进行一场文化大革命 绿营跟一些蓝营里面蓝皮利骨的 配合媒体在做台湾的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在做什么 只问颜色 不问是非 可以强占立法院 没问题 可以怎么样 可以我今天说贪污是不对的 明天我可以支持贪污 为什么 因为贪污有理啊 所以我们来看嘛 当初在批评 姚立民在批评这个阿扁的时候 对不对 那他现在呢 自口不提 然后再来呢 他骂蔡英文以昌案的时候 他去当蔡英文的这个基金会董事 然后如果他论文 你要知道在学术界 论文涉及抄袭 教授会被拿掉了 那问题就来了 我再跟各位讲一下 我觉得台湾社会 被误导一道很严重的事情 学术界叫做学术的良心 对不对 政治界叫做政客 政客 你今天说贪污是对的 明天说贪污是不对的 随便你讲 因为你是政客 我们都接受了 你今天领18% 明天同时骂18% 我们也没意见 你今天可以骂以昌案 去当他的董事 我们也是政客 可是你不能一方面 又要去当政客 一方面又咬身一变 变成怎么样 变成学术的良心 在媒体里面 用学术的良心 在批评是非 这就是双面人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台湾已经被 误导到变成文革了 只有问颜色 不问是非 造反有理 各位台湾的好朋友 我跟各位讲 如果台湾再继续向下去的话 台湾是非常危险的 台湾正在弥漫这个气氛 只问颜色 不问是非 洪廷 你去年也跟姚立民交手过 姚立民还栽账你们 装老鼠尾窃听器 就这样一个人 所以我常常讲 就是说 其实我们自己私底下 常常开玩笑 说现在外界 是用显微镜 在看所谓蓝营的人 用放大镜 在看所谓民营党 这个倍数 可能差了一百倍以上 但我们还要去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说 政治人物跟在台湾 去行使所谓的公众权益 会去做公众服务的这些人 它代表的其实是 整个社会的这个价值 所以我们要检视它的时候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为什么节目上要去看 姚立民从头到尾 去做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其实 我想跟观众朋友提到 就是说 这些人很明显的 因为心中有所谓的仇恨 或者说你们现在可以看到 有很多立场转移的人 他过去可能是因为 利益的分配的不足 或者说 立场就这样的一个转变 我们要让这种心中有仇恨 就能改变自己立场 跟改变自己核心价值的人 来带动我们整个社会的价值 彭婷我挑战你 这些人都在上政论节目 都在上节目代表的人 他是心中有仇恨 还是心中有利益 他没有人 没有人伤害他 他是因为利益 还是因为仇恨 没有人 他跟谁有仇恨 所以我觉得 大家可以看很清楚 2012年就去加入 小英基金会当董事 那也不难解释 就是说2014年 他去做了些什么样的一个事情 支持太阳花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 大家如果慢慢的 一步一步抽丝剥茧 认真的去看 就是说所谓政政认误 或者是一个人 他其实过去 他的这个reputation 他的名声 或过去他所做的这些事情 一个一个来检视 你就不能看出来 就是说这个人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回过头来讲 我们刚刚一开始提到 像柯文哲 其实我真的为丁守中委员 感到爆虚 就是说柯文哲这种 为骂而骂 随便发言的这个方式 当然一方面代表 就是说丁委员 他真的没有什么好批评的 所以柯文哲找不到东西骂了 然后第二点 为了这些事情 找了吴思瑶 还跑到政政学校去 这很标准 就表示说这个人做事 其实没有调查好 你就是因为找错人了嘛 你找丁守中 你就可以去政政学校 你就可以进得去 那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你会看到 他过去为了批评 为了反对而反对 所以到现在一年了 没有建树 所以我们要用仇恨 来带动这个价值 还是真正的去看这些人 所做的这个一件一件事情 去检视他的所作所为 来定义他们这样 未来这些政治人物的存在 我觉得这非常重要 品格跟双灭人 这个现象呈现的是什么呢 你为了利益 为了某种目的 你可以用暴力 用仇恨 用煽动 然后来达到 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 夺权啊 权力的滋味 多么香甜美好 权力拿到手 再说休息一下